目前,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在日本国会受阻,在野党和民众反对新安保法案的声浪越来越高。 国内绝大多数宪法学者认为,新安保法案违宪。 6月22日,日本众议院招来日本元内阁法治局长官宫崎李一,作为新安保法案参考人进行法案质疑。 宫崎认为,该法案违反宪法9条应该早日撤回,而共同社20日、21日、2日实施的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 58.7%的人反对正在国会审议中的安保法案,比5月上次调查上升了11.1个百分点,赞成的比例为27.8%。 56.7%的人认为安保法案违反了宪法,29.2%认为不违宪。 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为47.4%,比上次调查下降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43.0%。 那么在如此的情况下,安倍会不会依靠执政党在众参两院的多数席位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呢?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目前在日本国会中,自民党和公民党构成的执政党席位占压倒多数。 在众议院总数为475的议席中,执政党占326议席,超过三分之二,代野党为149议席。 在参议院的总数为242的议席中,执政党为135议席,代野党为107议席,执政党占半数以上。 如果仅从议席数字看,安倍通过新法,稳操胜券,但是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 1960年,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为了与美国修订美日安保条约,曾激发日本革新与保守两派的大斗。 安保斗争是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当时担任首相的安信介,对风起云涌的反安保运动嗤之以鼻,不认为那是大众的民主运动。 他曾说过,安保时候的游行,我认为并不是大众的运动,或只能说是一部分大众的运动, 而且是在某种意图下组织起来的大众。 他们是当时的工会组织总评和学生组织全学联,或是藏在背后的极左势力组织的。 那时,在国会周围,虽然在举行游行,但是在后乐园,数万观众兴趣盎然地看棒球, 在银座的大街上,年轻男女手拉着手走过,这才是大众,这是所谓的无声的声音。 那些发出声音的,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人为制造出的声音。 安心界不承认当时的反安保运动是真正的大众运动, 而且在强烈的反对声浪中,也没有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确认民众对其政权的支持。 而是在1960年5月19日,强行结束了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会的审议, 并派出警察将反对修改安保法案的社会党议员强行排除, 然后召开众议院正式会议,由自民党议员单独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条约。 新安保条约通过后,立即引起了强大的反对运动, 而且运动的焦点,从反新安保条约过渡到了反暗信界独裁的运动, 是民主还是独裁,成了最大的争点。 7月14日,暗信界参加自民党新任总裁池田勇人招待会时, 被右翼团体大话会会员荒木退驻刺伤。 7月15日,新修订的安保条约自动生效, 暗信界下台,结束了三年半的执政。 据日本政界人士分析, 安倍内阁如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 而又不使内阁总辞职, 最低安全线为40%的支持率。 一般估计,在强行通过法案以后, 一般支持率将下降20%左右, 支持率维持在20%左右时, 政权还有挺过去的可能, 一旦跌破20%, 政权的寿命指日可待。 而安倍敢不敢像其外祖父一样, 霸王硬上公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 而通过了以后, 安倍政权会不会像55年前的暗信界政权一样, 因此寿终正寝, 今后的形势十分引人注目。 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